昨天澳大利亚发现疑似残骸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有人说这既是一个好消息 但也是一个坏消息 特别是对家属们来说 心情是极度矛盾的 既希望搜寻有进展 但是也不希望得到飞机失事这样的消息 其实昨天在利都饭店 家属们就在一块一块的祈福板上 写着满满的等待和希望 完整的活着是确切的说法 我们也只能等着 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我们得到第一手信息 才会真的是心里面会踏实一点 我们太握住了 真的现在是很握住很握住 没结论之前谁也不能说 不知道 我希望他不是 我希望他我们家人活着 感谢观看